中華職棒總冠軍賽 今天登場 首度在臺北大巨蛋舉行 四萬人滿場改寫了總冠軍賽的記錄 為了搶下指標的首場勝利 統一師睽違十八年首戰派出本土 牆頭古林瑞陽先發 中信兄弟是由 羊頭德寶拉來擔任先發 不過古林瑞陽只投三局 就贏償退場 餘冠入場收下總冠軍戰中信兄弟 送的法袍和加油棒 項迷們湧入臺北大巨蛋 想要見證第一場勝利 兄弟隊向來是中職票房保證 今年在臺北大巨蛋效應加成之下 觀眾屢創記錄 冠軍賽首戰主場 四萬人滿場改寫總冠軍賽記錄 總教練評也會議說 直到有很多觀眾進場 排出最強陣容 帶著些微商事拼佔的老將張志豪 也說出對總冠軍的渴望 只要拿到總冠軍 MVP是誰 其實對未來是不重要 最大七試合只能成功 但最大七試合也能成功 所以一試一試一試一球 一秒一秒 大事地做得重要 而向師第七次在總冠軍交手 師隊由本土強投古林瑞陽先發 中興兄弟先發投手是陽投德寶拉 最主要的是能不能在攻擊端讓德寶拉 不會那麼的舒服的去投到六局甚至七局 根據中指統計 總冠軍賽率先取得一勝零敗的球隊 最後奪冠機率百分之八二七點零九 是相當重要的冠軍風向球 雖說數據上運彩分析 普遍看好兄弟會登頂 但是對教頭林月平說 一定會拿出最好表現光榮再生前進總統府 記者臺北報導